发现了他嘴里藏着东西 这不是一会儿才吃的鸡蛋吗 结果人家不理我 自己就起身走了 屁颠屁颠的就去了我的房间里 他非得把鸡蛋丢进来 咱也不知道 他应该是想给弟弟吃是不是 这家伙的 你连自己孩子都不管了 拿着鸡蛋给弟弟吃 你可自己吃吧 包给他吃了 他这种有点可操心 明明自己也在坐月子 需要补充营养 但是还是想把最好的 留给最重要的人